总有些人每天叫小日单人闹底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 某天突然背叛你 我退单了 真香 你的冤犯都一项瞬间没了 我今天和我女朋友一起吃 去网吧开黑的哥们也没了 我陪我女朋友 不好意思啊 兄弟 夜情节 夜情节 长大的感觉大概就是一个人去网吧 如果你的好朋友突然谈恋爱了 以前可以一起过去那节 跨年龙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 好吧 他们也挺好心的 我要请你一起过节 当我不回家的话来我这边吧 好几个朋友来的 大家一起吃饭 我去了 然后全程的我是这样的 你这样的 不停骚扰你问你该送什么礼物 对象究竟喜欢什么 不是 我怎么何等何等知道你对象喜欢什么 好吧 我还是用心推荐了一些 我觉得他都不喜欢 好朋友有了对象 和他上街了感觉特地不一样 明明他约了你 然后他每分钟要发一百条信息 不停打电话 活根本不在你这边 对 在外娜娜和依依一起 他在我旁边啊 阿依依 你过来 过来啊 你们聊 你们聊 何时这是三个人在逛街啊 不 不是 是他们两个人在逛街 谈恋爱后三句话离不开对象 没上过吧 今天可以吃辣吧 不过我女朋友就不太能吃 我他妈问你你不用了吗 我给我妈买双鞋 三十六号的 我男朋友脚四十四号的 我他妈管你男朋友多大脚啊 我他妈 我觉得以前我们很有话聊啊 怎么现在你周末说话 百分之八十的内容都是 恋爱 酸臭 心之末节 这就是 关于对象的话题 你找专业人员咨询行不行 你找我干啥 如果他俩吵架了 找你开刀 Nope 这 你兢兢业业开刀对方半天 然后他不满意 就回你个万能局势 你没谈恋爱 不懂 我ener 我他妈 吵架了不让你睡觉 在你面前骂自己对象 你黑着眼圈陪着他 让他骂让他发泄 你也赶紧站队跟着骂 骂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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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骂对方也正也 结果第二天 人家很好了 所以以后他俩吵架了 你不能说是你朋友的错 也不能说是你朋友对象的错 好好好 是我的错 我的错 还有这种情况 两人吵架 朋友女朋友把她拉黑了 朋友找你帮她联系她女朋友 我觉得你们还是好好聊一下吧 真的方便你 她想和你见一面 再给她一次机会 你们还是当面聊一下吧 Nope 我他妈 第二天 俩人和好了 我还是被关在小黑屋里 Nope 我他妈要是月老 我要用你俩的姻缘红线勒死你俩 其实也不是羡慕或嫉妒 而是失落吧 有一种自己养了很多年的白菜 被抢走了的感觉 我也想尝尝爱心的苦 互相淡出对方的生活 确实无奈吧 虽然吐槽了这么多 但是依然在等你 等你和我一起去往吧 如果您喜欢我的作品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黄一刀有毒